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人们的祖先就发现 饮食是长寿的灵丹妙药 并不是吃得越多 吃得过饱身体就好 适当的少吃一点 省掉一到两顿饭 身体大大小小的毛病 自己就会变好 所以在老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中 有过五不时的养生方法 但是有不少人怀疑 饿肚子能长寿 不吃饭能治病的说法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究竟断食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断食会不会造成营养缺乏 断食是延长寿命还是减少寿命 断食对心脏或者大脑有没有坏处 哪些人不能断食 很多人对断食或者间歇性断食 充满着疑虑 今天我们来谈谈断食和长寿之间的联系 寿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其中饮食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食物充足营养全面是健康的保证 可是真实的情况是 很多人有意无意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食物数量太多 营养比例失去均衡 有些身体需要的不够 而不需要的大大超量了 血糖血脂都不正常 成了身体的负担 在几百上千年之前 生活节奏缓慢 生活方式单调 食物匮乏 那些佛教修行的人 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 关注自我的身体 他们在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自我修炼中 感受到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很多身体出现的毛病 奇奇怪怪的毛病 说不清楚病因 但是适当地减少 或者省去数顿饮食就能恢复 虽然他们不能用所谓的 科学原理来解释 但是断食疗法却很管用 所以在修行的人当中 有过悟不时的说法 而且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 而这些做法 恰恰跟现代医学的研究 不谋而合 在几十年前 科学家就知道 低热量饮食 是老年保护的精钥匙 不仅对老年人 对普通人 成年人 特别是那些 已经有大大小小毛病的人 很有好处 它可以降低胆固醇 降低空腹血糖 降低血压 延缓衰老 只要坚持低热量饮食 就可以预防或者延缓 很多跟年龄相关的疾病 比如糖尿病 心脏病 老年痴呆 中风 延长寿命 换句话说 吃什么食物很重要 西方人常说 你吃什么就像什么 用东方人的话来说 也就是饮食决定了健康 这是毋庸置疑的 坚持低热量饮食 很多慢性疾病都会不治自愈 要做到低热量饮食 你只需要在吃每一顿饭的时候 把面包或者馒头换成全果物面点 用1%或者2%的脱脂牛奶代替普通全汁牛奶 用水果代替果汁 用咖啡或者茶代替可乐汽水和奶茶 用新鲜蔬菜代替各种加工好的方便食品 减少零食和坚果的分量 减少主食的分量 换成蔬菜 瘦肉 鱼和蛋 少吃蛋糕 冰激凌和甜品 你只要细心地注意到了每一口吃进嘴里的东西 减少每一餐食物的分量 你就能获得低热量饮食带来的保护作用 就能比那些大吃大喝的人活得更久 更健康 但是这只是以前的发现 低热量饮食虽然好 但是执行起来不容易 面对美食的诱惑 人们觉得很纠结 很多人坚持不下去 现在的新发现告诉人们 延长寿命还有更加便捷的方法 用不着费尽心思地去选择每一餐吃进身体的食物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 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仅仅改变吃饭时间 就可以延长食验动物的寿命 研究人员把实验用的小鼠分成了好几组 有的小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限制食物数量 还有的减少食量 相当于节食 每顿饭只能吃六到七成饱 还有的每天只喂一顿 剩下的时间都处于断食状态 经过几个月之后 除了不限制食量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小鼠 身体变得更糟之外 其他几组减少食物数量的小鼠 身体的指标都改善了 不仅体重减轻 脂肪减少 而且胰岛素敏感性也增加了 进一步的实验发现 跟不限制食物数量的小鼠相比 每天只喂养一顿食物的小鼠 状况最好 寿命延长五分之一 而且癌症的发病率也很低 研究人员发现 即使在平时进食的时候 不限制卡路里摄入 只要采用断食的方法 就可以获得传统节食 带来的全部好处 比如提高葡萄糖耐量 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减少肥胖 增加脂肪酸氧化 所以延长的用餐间隔 也就是断食 有强大的健康益处 仅仅断食就几乎完全概括了 结食在身体中的好处 而没有副作用 对代谢健康和长寿有益 虽然这项研究是基于 镊齿动物小鼠得出的结论 但是小鼠跟人类是同源的哺乳动物 体型虽然小 但是为人类的医学和药物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模型 是人类健康的无名英雄 即使细节跟人类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 断食对人类也有巨大的健康价值 古人根据自己的体验 早就给出了结论 事实上 另一组研究人员 在跟踪了2000多名 进行断食和不断食的人 多年之后发现 不定期断食5年以上的人 死亡风险比不断食的人低49% 而不定期断食不到5年的人 好处并不明显 所以长期间歇性断食 对延长寿命很有关系 所以科学家们最近的发现 告诉我们 不仅吃什么饮食决定了健康 更重要的是 吃饭的时间决定了你能活多久 饱食中日只会加快生命的指针 适度节食 甚至时不时的断食 才能放满人生的脚步 如果你想追求更长的寿命 不妨可以试试间歇性断食 体验一下断食带来的轻松 需要提醒的是 没有人可以采用相同的断食方法 个体差异很大 比如有些人不吃早餐 会增加动脉周样硬化和死亡的风险 同一种方式对不同的人结果是不同的 一些人习惯不吃早餐 而另一些人对不吃晚餐更敏感 体重下降更快 还有些人坚持5-2断食 断食的模式各种各样 孕妇儿童都不建议断食 所以断食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在开始之前 一定要先看看是否适合你 不要盲目进行 好了 断食促进长寿就介绍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有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